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洞是否变成老生上谈 我们都说了很多次 如果要重复说黑洞的原理 我想大家朋友都不是第一次听 因为这些如此奇怪的天体 一些重力大到连光都走不出 然后我们很难测到它发出来的光 我们只能够间接观察它的神秘天体 很有神秘色彩 因为它有很多超乎想象的现象在上面出现 而最后我们是找到的 然后找到之外有人尝试用理论地去解释它 然后接下来又会获奖 而以前我们也追踪过的就是说 我们甚至乎拍到那些银河系中心超巨型黑洞的天文照片 真的可以探测到它的讯号 哪里亮点暗点 看到好像有个洞的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发现了很多 一些比较小型的 例如一个几个太阳那麽重的 就不是整个银河系中心那麽重的 是一个几个太阳那麽重的黑洞 其实是经常找到的 所以如果我告诉你 找到黑洞就不是新闻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的话 就一定是有些新的有趣发现 可以跟大家说 那现在说找到的是什麽的黑洞呢? 这里又可以回顾一点点 我们对黑洞的基本认识 我们天文学或者天体物理学 其实只要你能够成功 按照你的物理学知识 预测到一些天体的存在 然后甚至乎你能够搞清楚它的机制 以及提出你有什麽方法去观察到它 而最后你的观察是可以 符合你的预测的话 那你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创建的一个人 譬如以前我们所说的 预测有白矮星存在的 预测有中子星存在 和预测有黑洞存在的人 基本上个个都是诺贝尔级数的人 就算今时今日你见到一些天文现象 譬如恒星撞星云 这些叫planetary nebula 譬如以前港大理学院院长角新教授 他便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 然后亦可以观察到符合观察现象 所以他是一个伟大天文学家 回到黑洞这个问题 黑洞我们知道它的性质就是 它的质量很大 质量大到一个地步 再说正确一点就是它连密度也很大 于是它周边的重力墙强到一个地步 连光也走不掉 这就很有趣了 你是不是够快便走得掉 地球慢有引力 你飞得够快 超过每秒11公里 你便走得掉 就算太阳是你每秒能够超过21、22公里 你可以逃离太阳的引力 大黑洞连光速都不能逃脱它的引力 所以它是黑洞 但它周围可能围了很多东西 就会准备掉下去的时候 就会有很强的讯号发出 所以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到它 我们一直都证实了 有些是 譬如数个太阳质量 十几个太阳质量 或者是几十个太阳质量的 那些单星体的黑洞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 看到它们的讯号 然后就从观察它们 我们很尝试去解释一下 究竟黑洞的一些原理 那些东西进去会发生什么事 究竟在边缘发生什么事 我们也有讨论过 但是有另一类 就像我们银河系中心 或者各大银河系中心那些 那些不是因为它们发生过什么塔缩 而是那些纯粹在银河形成的时候 汇聚了很多质量 那些大约有成 可以说我们的银河系的话 就是说银河系中心的超巨型黑洞 有的质量就是100万个太阳左右 那里其实里面有一大堆 这些这样的星体在里面 但是它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 密度够高 就令到周围产生引力够大 大到就是跟那些小型黑洞一样 光都走不掉 简单来说 我们现在看到又解释到的黑洞 有些是属于 几个太阳质量 至到几十个太阳质量 是为之第一类的 单星体黑洞 另外有些是超巨型天体 好像银河系中心那些 质量以几十万 至到一百万个太阳计的质量 黑洞 你很容易就会想到 有没有一些中间的 但以我们暂时的理解 中间的那些 理论上是可以出现的 但实际上我们一直都找不到 但很有趣了 刚刚这个星期看到消息就说找到 所以 这个叫做中介黑洞质量之迷 我就会说在刚刚这个星期 那个太空总署里面的其中一个研究 它里面甚至乎用到 哈勃望远镜的数据 就是捕捉了二十年之后 就解答了出来 是有一些 吴汤吴水 它不止 几十个太阳质量 亦没有 十万个太阳质量那么多 但它大约是几千至一万 那些那么大小 那些叫中型的黑洞 就终之找到出来 因为这个意味着 这一类的黑洞在宇宙中 是比较罕有的 又这么说 你可以想像的 它应该是比我们能和的数目少 但是就会比起我们太阳系的数目多 亦是比我们星体的数目多 不是每一个星体都可以形成一个黑洞 但是你现在发现很多很多 有十万个星体走在一起 它又会变成一个银河 中心又会有一个超巨型黑洞 如果中间的时候 你也可以问 如果我纯粹得 几千个太阳质量 里面有一堆星 那堆星称在一起 有几千个太阳质量 那它们会不会 可以有权 都会放得很密 密到一个地域 最后在外围形成了黑洞的地带 其实是应该可以的 但问题就是一直没有看到 一直没有看到的时候 我们一直就当没有 其实在这里有一个 我觉得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完全根据过往的统计数据 认为它没有的话 即是说明明有些有在 但认识不了质量的东西 原来有在 即是其实 我会说 如果能够再追踪到它有多少 其实可以部分解释到一些暗物质 那这个就回到暗物质的问题 是的 如果你说它完全靠这个解释到暗物质的话 就不需要有暗物质 一直以来暗物质的解释 其中一个就是 原来是一些神秘粒子未被发现 这是其中一路 但有些就是 另外一路你就想到 神秘的天体未被发现 如果有一些东西不是粒子那么小 而是原来很大 大得来原来都未发现 那又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些 所以对于能够成功找到 这个叫中型黑洞的这群人 可以对于整个宇宙学的研究 是有贡献的 所以为何这个研究 会被记录在非常重要的自然期刊 如果说以前见得少 是我们以前观察的能力 是有问题还是真的那么少呢 这样说 这里就要讲一下 它的观察有多么困难 现在它这次找到的对象就是 你要找一些中型的天体 你的目光不要只是投射在其中几个星上 或者也不要将目光投射在某个银河中心 你就要认一下 其实在我们的宇宙也有很多中型的天体 或者小型的天体 它是可能上面 由一个比较小数目的太阳系组成了出来 譬如我们的银河系 旁边有两个小银河 那叫大小默哲伦星云 其实那两个是小银河 那两个小银河会被我们自己的银河系的引力 牵引在旁边两个跟班 它们是一些比较小型的天体 里面星的数目就少很多 但是有些譬如 有个这样的名字 那它们有部份就不大不小 但是它们的年龄比较老 老 这意味着什么呢 上面很多时的星都会演化得比较后期 甚至乎可能已经超新星爆过了 就剩下一些已经的残余 好像一堆宵尽了 比较迈向晚年的一个天体 在那里你找到黑洞的机会就会大 亦都找到一些不声不声 原来已经坐在那里变了黑洞很久的机会都会大 他们这次的目标就是集中找到这些球状星团 去尝试找到某些类似中型黑洞的东西 那难的地方在哪呢 如果你说是一个黑洞去够大型 好像我们的银河系中心 那个叫做人马座A star 它够大 给出来的讯号相对够强 虽然我们来银河中心的距离 都是以几万光年计算的 周围如果有东西去绕着一个中间黑暗地带去转 那个运动 我们会预期可以有 多容易找到一些星来追踪到有些东西 是绕着中间这里去转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发现 银河是中心黑洞的过程 我们发现 捉到有几粒东西完全是绕着中间转 而且由那几粒东西互相印证 就知道中间我们看不到的黑洞 原来的质量是很大的 就由周期轨道 你可以去预测中间有几大质量的东西 在中间扯着它 我们完全用这个想法 去摆进那些球状星团 难度在哪呢 就是他们那些星团 通常的质量没有那么大 稀疏一点 而且中间的范围 如果黑洞是弱一点 就更加小 然后你要在旁边找到有些东西 是绕着去转 追踪是比较难的 于是乎 花了这些20年的功夫 是用到返上去 连James Webb这个望远镜 都未用的时候 就下背望远镜 就靠下背望远镜 帮我们追踪了某些球状星团 追踪了20年的时间 就确立到 在这个星团的中间 有一些星体 它绕着中心 运转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中快 即是你开始 那个精确度 你连去走 它是在走 但是走得多快 多久才能繞到一圈 你还没有很清楚 但是步了去20年 就明朗了 清楚了 由此还可以推算到中间 是围绕着多大质量的东西 来去绕着转 最后的结论就是 确认到8100倍 太阳质量的东西 在中间 而且是那里没有发光 什么都看不到 应该是黑洞 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 其实那个影像要有时间性 不是单单拍一幅就完成 你想想在20年里面 每隔一个固定的时候 你就要向那个方位 拍照天体 拍照球状星团 拍一张 然后将那些数据来做比对 而且你希望 数据 即是那幅照 那个解像度 清晰到一个地步 如果有东西不同 你可以由比对看得到 可以清晰到可以看到 里面有什么变化 然后那种变化 如果再理想一点 就是原来有些东西 根本是围绕着一个中心 在转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数据 来帮我们结论 这个轨道是有多大多小 以及周期有多大 由这里的推算 就帮助到我们去推算 里面中间 绕着一个多重的东西来转 如果是这样说 就应该是 以后如果看得再知道 那些应该会发现更加多 一定的 你有James Webb 那些一定又再帮你找到更加多 即是开始 一路存的数据 那个量不够的时候 我们一路就不确定 它原来转得那么快 原来是以这个周期 转 所以我们没有想象到 它原来里面中间的核心 是会那么大 那现在 即是开始你分不到的 可能你认为 它只是繞着一个 30个太阳质量的东西来转 但现在不是的 似乎是8000 所以这个数字就成为一个 很理想一个叫中介黑洞的证据 我觉得暂时 这是第一个发现 如果到了它 再有第二个独立的发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件事 变成一个显寒 即是真是一个 甚至乎它可以正式进入到 受到宇宙学 甚至研究那些暗物质的人 去重视的一个领域 但是一个问题 我都不太明白 譬如说你的黑洞 可以吸小的 可能有几个太阳 有些是中庭的 你周边一路都有其他星体 一路吸 黑洞是去到哪个会停止 其他东西不急 其实好看 你本身那些东西的密度分布 理论上是 你如果有一个黑洞 它原本是一个太阳 它的质量就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大 10倍左右 于是它会经历超新星爆炸 最后变成黑洞 然后你就要看它周围有没有很近的星体 很多时候一粒半粒是有的 因为很多时候是双星系统 两个太阳互相围绕着转 但是会不会有更加多呢 而且是很近 近到一个地步 就是原本他们也感受到大家的引力影响 在这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能力去互相慢慢 越扯越多 越捉越多东西 而且还好得这么巧 你最后就可以有足够长的时间 有足够多其他太阳仔 一起在这里涌起来 其实这里存到8100个 其实他们里面 他们就未至于我们看到那些 一单个的黑洞里面的密度 但可能他们自己本身 已经有很多粒粒粒粒在一起 存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终于存到8000多个太阳质量 也是可以这样存 但是你要计算它 你有没有一个有效机制令去形成 现在就成为理论那班人 很想去为大家搞清楚一件事 我们观察看到是有的 但是那是否符合理论 还有你如果能够给理论你不是只说 有东西中间吸就行了 不止是这样的 你还要给预测出来 大约要花多少时间 以及根据我这个预测模型 我可以预测到在宇宙之间有多少 如果你这件事都完整了 大家相信你的理论就是真的 因为你除了能够解释我们看到的东西之外 还要帮我们预测到更新的东西 如果有预测性 亦是验证到的时候 最后你真的可以由全天后的统计 来问这件事可以贡献到 到多少压物质 那会不会将来有一个黑洞 将整个宇宙吸收进去 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这件事在30年前的宇宙学 那些人就比较喜欢想 但现在你问我 我就会说 我们主流认为宇宙是膨胀 而且膨胀的速度 是足够快的地步 宇宙自己里面拥有的物质 不能够产生足够的万有引力 将东西扯回来 变成一个超级型黑洞 现在这就是我们的主流想法 好 解释很清楚 我们这节目结束 下一节再回来 好 谢谢大家